大家好 欢迎来到禅静 开始今天的分享 自2014年中南山观音鼓动举行昼夜不间断的冷言法会至今 我每一年都去道场打冷言昼七 第一次参加打七 便深感此道场的布克斯一家持力 专修冷言神咒法门已有26个年头 这么多年来 一直希望有真正大错误的名师来主持弘扬冷言政法 直到中南山的冷言七之旅 我找到一生专修冷言神咒的冷言 行者上菩萨光老和尚 并且成为老和尚的座下皈依弟子 法名通华 多年的冷言修持过程中 不管是什么情况下 我始终未曾间断过一日 由于冷言神咒的布克斯一 这些年来 在我身上发生的感应可以说举不胜举 一路走来 承蒙福菩萨的慈悲加持 冷言神咒的布克斯一加持下 我带领当地和周边城市等数千位佛有持冷言咒 他们终来自不同年龄 最小三岁小孩父母都是修持冷言咒 便已被汇冷言咒 年长者则是七十多岁 而这些佛有部分人每天的功课都是108遍冷言咒 尽管如此 我始终觉得冷言神咒法门 奥秘无穷 我所领悟和授意的或许还不几百千万亿万分之一 由于从古至今专修此法门的大德极为稀有 对此法门开示和讲解的也是极为有限 而近代已故大的宣化上人对冷言咒的详细开始 不知影响和鼓励了多少佛弟子读诵冷言咒 也增加了佛弟子修持冷言咒的信心 正如宣化上人在冷言咒聚解多次提到 他能够讲的只是万分之一不到 宣化上人讲解的冷言咒是特别鼓舞人心的 上人对冷言咒的开示 从功德和威力方法方面较为详细 我们学佛之人最为关心的问题了生死 上人的开示中提到的也很详细 专修专念 念得呆呆傻傻 咒不间断 自开大智慧 自然了生死成佛道 所以 多年来 我也一直想通过自己努力 礼物这方面的奥秘 但冷言咒太深奥了 礼物到这方面的真正奥秘也有限 直到这一次上钟南山观音鼓洞打冷言七 让我受益非浅 众所周知 恩师尚普孝光老和尚一辈子皆是实修实证 从不讲经说法 所以他对冷言咒的开示也是很简短 而我们每一天在大雄宝殿持冷言咒的时候 都要学习师傅的修行法以几遍 然后就念咒 对于师傅对冷言咒的开示 的确很简短 而且师傅的冷言咒版本 有几处地方都是重复三遍 据师傅多次开示 重复三遍的地方是最为重要的地方 有一天 我们在大雄宝殿念咒的时候 状态特别好 出现很多不可思议的境界 而这些境界都是和师傅的开示那么吻合 那一刻 我由衷地对师傅特别佩服 真不愧是专修冷言神咒的大成就者 当我们念到大佛顶首冷言神咒三遍的时候 备注 师傅冷言咒版本 每遍必须念大佛顶首冷言神咒 我看到虚空中出现一尊大佛 然后大佛的头顶上 再出现一尊看不到顶的大佛 这一下子完全明白了 为啥师傅老是强调 念冷言咒必须每遍先念大佛顶首冷言神咒三遍 且师傅还多次开始过 大佛顶首 这四个字就不可思议 师傅开始说 如果家里年龄大的老人 就教他们念这四个字 如果念得一心不乱 心不颠倒 保证能够了生死 为此我下殿后专门念 大佛顶首 这四个字 的的确确出现同样的境界 当我们念到 那么冷言会上佛菩萨三遍的时候 虚空中出现一个看不到边际的冷言谈成 冷言会上诸佛菩萨 都聚集在虚空中放种种光加持着大家 而这些冷言会上的诸佛 都能看得很清楚 我看到了释迦牟尼佛坐在正中间 两边分别是要师佛和阿弥陀佛 四周围绕着很多佛 一层一层的全都是佛菩萨 诸佛都是坐在五层大莲花上 随着念得越多 看到十方佛国都在冷言会上包括着的 当念当师傅开始的报答过去七师父母恩的那两句时 天和大地分别大振斗 当时我还想是谁在干活或者哪里垮了石头呢 看到强烈的佛光加持着大地 也渗透至下借受苦众生 大地上的很多业力之气 在佛光的加持下 一下子进化为清净之气 于是我想这句父母不就是代表天地吗 师父开始说道 这是报答类生累世父母的咒语 念头一动 我让一佛有念 我观察 我看到其类生累世的父母整齐地排着队 接受佛光的加持 他们被强烈的佛光加持着 身体中的黑气一鼓鼓地往外排 而其类生累世的父母分别在六道不同的地方 我看到他们悲喜焦急 都在盼着我们去救度他们 想到多生父母时 这两句的确能够放大光明 当我看到这个场景之时 我以泪流满面 轮回之物实在太苦 佛婆慈悲 留下能源神咒如此不可思议的妙法 给我们这些末世福薄众生 让我感动不已 当看很多清元众生还在六道里 他们很多还在受苦 这一刻 我对自己说一定要好好修行 好好珍惜能源神咒 如此不仅有利自己 还可以利益自己累生累世的父母及有元众生 后来下殿之时 我单独念了好几遍这报答父母这两句咒语 我念的时候 想着此生父母的恩情难报 雷生父母恩情难报 而这时 我看到念咒时 雷生父母六亲被佛光笼罩着 身体不断往外排出黑气和病气夜里 这一刻 我内心极为震撼 感动佛陀大慈大悲 感恩师普光老和尚给我们传授能源神咒如此重要的开示 26年能源神咒的修持 让我在这样的的机缘下 找到了我多年一直寻找的答案 佛菩萨慈悲加持让我看到这些感人的一幕 能源神咒真是字字句句比黄金还重要 当我念到能源咒五大心咒的时候 我看到特别高大的五方佛坐立在续空中 加持着六道众生 心里也流出五方佛 放着极强的光加持着大地众生 口中念咒之时 口中也出现五方佛 往前方传到不知多么遥远的地方去了 同时我看到五方佛放着极强的佛光照耀地狱 阿比地狱也被佛光所照 诸地狱很多受苦众生被拔出 与此同时也特别重的地狱众生 蒙受佛光的加持 一切地狱的受苦众生 咒升起时 地狱的苦也暂时停了下来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深深感到五方佛心咒的威力太强了 怪不得师父经常给我们开始说 这是五十四的大神大咒的咒王 五大心咒能够出一切苦 看到这些震撼的场景 内心生起极为感动的心 当念到第二会的时候 看到十方诸佛聚集一处 同时放无量光明 那种光明之强极为让人震撼 加持着十方一切众生 更为加持念咒者本人 尤其是救度三恶到众生 所以 这下子明白 老和尚开始的第二会就是度众生的真正含义 当念到第三会的时候 尤其是师父开始的十五个气力丹 念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感到持咒人坐在中间 四周围绕着很多佛 他们一层一层地放大光明加持着持咒人 龙焰咒从头至末 字字句句都是不可思议的加持力 真不愧是咒中之王啊 简直没法去赞叹 当然我所见的极为有限 承蒙诸佛慈悲 让我能够看到这些不可思议的场景 同时也印证了老和尚的开示 字字句句都是真实不虚的 我们学佛人 能够遇到如此妙法一定要珍惜 而在这个世间 像恩师普光老和尚这样一辈子专修冷言咒的修行人 可以说很难遇到第二位了 这次打七让我受益匪浅 我在想下山之后 将向更多的佛有推广普光老和尚版本冷言咒 这真是很稀有难遇的师父 虽然师父对冷言神咒的开示不是很多 更不讲经说法 但他对冷言咒的开示 已是特别珍贵和够我们用 我们修持此法 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了生死 而老和尚用他长达百年的苦修 误触如此精华和精悍的开示 真是大道至简 旨在为了让我们更多佛子 能够坚信冷言神咒 且能够如法实修 如此一定能够了生死 一生定成就 下山前夕 在大雄宝殿持咒的时候 看见大雄宝殿的诸佛菩萨 以及多位阿罗汉圣者 高入虚空 他们同时放出强烈的佛光加持着我们 也加持着这个世界 由于诸佛菩萨所视线的是特别高大之身 在我们不断的念咒声中 全现无间顶香 并和我们念咒之人 相容一体 已超过三界最高之处了 这都是诸位佛子精进持咒 咒夜不停持冷言咒 诸佛菩萨也因此加持着这三千大千世界 于是我看到虚空中很强的白色 大散盖 同时笼罩着整个虚空 照耀着整个三界在在处处 在细看时候 大白散盖中有无量不可说的金刚藏菩萨 金刚护法 诸天护法等隐形于道场的上空 护持着道场 也护持着众生 我们用弓念咒时 周边玉草荧幕 都站着龙天护法 都在放光加持我们 钟南山观音鼓动道场上空 经常都是如此瑞祥之云 这或许就是诸冷原子的新城之念所感 所以 很难想象 老和尚一辈子在深山中普修 吃几十年的树叶树皮 在不化缘不攀缘的情况下 修建道场 一手一脚的修建道场 不就是为了这么一天吗 末法时代能够遇到这样的师父 这样的道场 希望有缘的佛有一定要珍惜 只有这样的大成就者 方能有如此德行 感召十方一切诸佛菩萨 诸天护法都来护持 愿大家听了这些 更有信心诵冷原咒 更加珍惜冷原咒 也更加珍惜 更加护持观音鼓动冷原神咒道场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